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在昨天參訪了無人機 AI創新的研發中心 不過這號稱是百分之百 台灣製造的無人機 在現場展示了 就是螺旋槳驅動馬達 上面經見了Mate in China 中國製的字樣 普為尷尬 對此無人機隊的廠商表示 目前在國際上使用的 無人機零件仰賴大陸 未來台灣要尋找替代的供應鏈來源 推動飛鴻轉換 稍碰著輕巧的無人機 頻頻點頭副總統賴清德 來到嘉義參訪無人機AI 應用研發中心 對台灣開發無人機的技術 充滿期待 戰場中各式各樣的國造 無人機都有 但卻被媒體意外發現 怎麼這些標榜台灣製造的無人機 上面卻硬著Mate in China 執行長強調目前都還是測試階段 所以才會先對外購買 之後就會將所有動力組件更換為台灣製作 雖然已經解釋 但爭議人持續延燒 也讓行政院長陳建仁 在備詢時趕緊幫忙緩夾 不過態度卻絲毫沒有退讓 有人幫你找到上面有MIC的問題 你把神聖的民主殿堂拿來做 你竟然說大家大金小怪 網紅的事 軍用的東西都會用到大陸的東西 因為都是測試階段 那未來就是兩岸一起發展軍事產業了啦 好不好 那但是這個只是因為網路的話題 我跟你問一下 大象國民黨立委 別再作秀 別再當網紅 台灣自行開發無人機測試階段 馬達用的卻是中國製造 讓陳建仁 即便是看守內閣 還是得挺起腰板 強硬反擊 為民進黨政府執寫 記者綜合報導